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读本好书 听断故事 大家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虚幻的世界中去寻求现实人生的答案 山东大学文学院的教授马瑞芳 他潜心研究聊斋志意四十余年 精心编选出了这一套聊斋志意入门宝典 全书分为五卷 他打破了聊斋志意常规的那种解读方式 创造性的以鬼 狐 妖 神 人为主题 来分别解读 我们现在就连线一下马老师 问问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思路来讲解聊斋 聊斋志意最大的成功 就是神 鬼 狐 妖 形象的创造 天地出版社把我的讲座 按照鬼 狐 妖 神 人 五类编排 系统地给读者提供聊斋 这些特异艺术形象的构成和特点 比如说聊斋有各种各样的鬼 特别是聊斋女鬼 她们美丽 柔弱 忧愁 怕冷 爱失 她们在恋人的帮助下 因爱情死而复生 鬼 再聊斋 不像前人小说 因森可怕 而是有人情味 有沧桑感 有哲理气发 葡萄陵笔下的狐狸精 跟中国古代 跟外国作家笔下的狐狸精 完全不同了 她们不是害人的 而是美丽 善良 善减人意 甚至 对人是无私奉献 至于聊斋的忧 那就更了不起了 我认为 聊斋制意 是最伟大的 绿色环保小说 大自然 有什么生物 聊斋就创造相应的美丽形象 聊斋花神的形象 那更是美极了 妙极了 谢谢马老师 下面我们就选取 神卷中的三个故事 跟着马老师的点评 去探寻一下 三百多年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她的诠释 她的诠释 佛松陵在画壁里面说 幻容人生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生的美好理想 都是由作家的意念产生的 佛松陵有一位梦中情人 孤清祥 但是不能够贡献连理 所以她在好几个小说当中 就虚弄出 不管是鬼 狐 那些女子 都热忠欲和穷书生结合 实现她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 而 普松陵这些理想 在聊斋制意的 神 鬼 狐妖故事当中 都得到了表现 所以 幻容人生 就是你只要执着地追求 你的美好的理想 都会实现的 谢谢马老师 我们再来看书中提到的 另一篇 盖仙 盖仙则为读者提供了 另一种处世哲学 那就是与人为善 而这也是这一本 神卷的核心思想 盖仙中的高玉成 擅长针灸 无论平复 他都愿意为他们医治 他在街上 遇到腿上浓血狼藉的乞丐 便把他接回家 亲自给他针灸 而这个乞丐的真正身份 是盖仙 为了报答高玉成 他就让高玉成 体验了一番仙境般的漫妙世界 并且帮助高玉成 逃脱了阴私的追捕 马老师就认为 在盖仙这个故事中 洋溢着一种 劝善 惩恶的思想 那怎么来具体地理解 这一篇故事 我们直接来连线一下 马老师 听听他的诠释 人们常说 赠人玫瑰 手有鱼香 高玉成 已经不是手有鱼香了 他救助一个 浓血流离的乞丐 乞丐恰好是天上的神仙 不仅在高玉成冬天的花园里 给他呼唤出 鸟语花香的春天 还借着梅女 便夜叉的魔术 教育了一时 心生邪念的高玉成 最后呢 又巧妙地帮助高玉成 逃脱了阴私的追捕 盖仙给人的教义就是 不要以貌取人 要以善待人 谢谢马老师 我们还可以看到 马老师在解读 《雷曹》这篇故事的时候 着重对月云鹤 到天上遨游时的情景描写 做了细致的文本分析 他为我们揭示出 其中蕴含的浪漫主义幻想 和大胆奇妙的想象 马老师是这样写的 是怎么看的 我有时说 六朝小说经常是简短的技术 而浦松铃写的却有 深度的人物 曲折的故事 深刻的思想内涵 这一套马瑞芳品读聊斋制宜中 除了我们今天分享的 画壁 雷曹 盖仙之外 还有很多的经典片幕的精彩 大家可以翻开一读 好 感谢今天和我一起 共读好书 咱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